超级慢动作 刚刚看到的是使用专业器材拍出来的 那么PR后置能不能做到它那个效果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挑战和教程 也就是每一秒传输的帧数 一帧一个画面 帧数越多 所看到的影像就会越顺 我们人类的肉眼 在舒适放松的状态下 是可以轻松的每秒捕捉到24帧画面 这也是我们以前胶卷时期 用幅连拍摄的时代 你知不知道一秒钟有多少个飞了 是24格的娟姐 到了大电影院时期 每秒有25帧 然后数码时期 提升到了每秒30帧 其实呢 人类的肉眼 一般上正常每秒 能看见的帧数是24到30帧而已 再多就会看不出差别了 那么960fps 超级慢动作又是什么概念呢 拍摄好一秒钟的 960帧的视频 肉眼没办法一秒内 看完960帧的画面 所以960帧就必须拉长来看 如果每秒用25帧来看 可以拉长到38秒 可以拉长到38秒 用38秒的时间来看完一秒的视频 超级慢动作 就这样出来了 好了 了解之后 接下来的教程 很快就可以结束了 我现在这个视频是用相机拍了 1秒25帧 如果是手机 通常会是30帧 这个你们自己注意啦 速度调整的方法 我第5G教程已经有详细说明了 比例拉伸工具也可以 按右键也可以 速度与持续时间 OK 我们先来试一下50%的速度 刚才1秒的视频变成了2秒 可能2秒你还没看出什么来 再让它慢一点 25%的速度 1秒的视频变成了4秒 看起来有点卡了 卡是因为画面不足 你会发现 它每4帧都是同一个画面 因为我用相机拍摄的时候 你捕捉到25帧的影像 如果要让视频看起来顺一点 就必须补上 另外75帧顺畅的画面 按右键 找出时间差值 选择光流法 然后enter 渲染 它就会创造出新的影像出来了 OK 就是这么简单 光流法 打勾就可以了 每一帧都不一样了 其实速度与持续时间 这里也可以选择 导出的时候 这里也可以选择 如果视频拍到萌萌的 就不能用了 因为它是按照你原本的影像 来模拟出一个新的画面 拍萌了就没办法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挑战 25帧的影像 能不能模拟出960帧出来呢 我不知道960帧是多少%的速度 但是我算来了 它需要38秒10帧 这边改一下时间就可以了 38秒10帧 光流法 渲染 能不能接受 你们自己看吧 以下都是我用PR模拟出来的超慢动作 筛选出最好的画面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点赞 打开小铃铛 还有这个网站也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我有什么更新动态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如果你发现 现在所看的视频 不来自我的官网 赶快手说原创频道 支持原创 保护原创 我们下期见